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错你呢 黄河游侠赵淮安率领一群江湖侠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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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觉得怎么样 海棠 快 海棠 你老师告诉我 我到底怎么样 我跟皇上的孩子 还能不能顺利地生下来 娘娘 皇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 快说 娘娘的安踏钥是院士大人亲自开的 钥是我亲自抓的 怎么会出现这种症状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庐采叩见皇上 叩见兰妃娘娘 庐采叩见皇上 叩见兰妃娘娘 宫女元香有钥匙禀 是不是 快说 庐采叩皇上 兰妃娘娘 奴婢无意间发现 有人在兰妃娘娘的安胎药里下毒 伤害死娘娘 你说什么 这帮购物奴才 兰妃平日待你们可不保 你们居然有人要谋害他 还要谋害朕的皇子 朕若是再不管 那是天理不容 朕 朕问你 你身为延禧宫的掌室宫女 兰妃的饮食起居都有你负责 你难道不知道是谁下了毒吗 皇上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废物 皇上 皇上 这是什么 这是奴才在如意房间里找到的 问负进食的红花和龟尾 果然是你这个贱人 来人 在 给我拉出去 是 好 大行伺候 皇上 奴婢是冤枉的 走 皇上 皇上奴婢是冤枉的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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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到底怎么处置如意的 兰妃娘娘 海棠姑姑说您身子弱 需要好生调理 以后 我会替如意好好照顾娘娘的 她被处死了吗 娘娘 您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我就知道她不会有好下场的 但是她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皇上 赐她 证人 皇上 皇上 冤枉啊 真的不是冬婢做的 南北娘娘 救救我 救救冬婢 小娘 小娘娘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如意姐姐 恕我对不起你 但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不是有心要害你 冤有头 湛有主 你若是死不瞑目 要记得 是万公公逼我这么做的 万公公 你好大的胆子 见了本公也不下跪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下去吧 是 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了 本公一点都不安 我问你 这药也喂了 针也渣了 为什么那贱人肚子里的肿 还没消失啊 奴才也是奇怪 奴才早就派人 在他的安泰药里 下了红花和龟尾 这胎怎么就打不掉呢 本公可不管 你不是说 盐禧宫里有你的人吗 这等小事都办不了吗 皇后娘娘 你有所不知啊 皇上求子心切 自从兰妃有喜之后 皇上日夜守在延禧宫寸步不离 再加上那个女医官邱海棠 在旁边爱手爱脚 我们根本就无法下手 如今 皇上已经在追究下毒的事儿 幸好毒菜 早有防备 已经安排如意做了替死鬼 都怪本公的肚子不争气 要不然 哪轮到那个小贱人做威做福 娘娘少安无躁 有没有办法 办法还是有的 只要把冬场督主曹少钦 调离京城 再想办法让皇上离开兰妃的身边 奴才 保证一定不收 好了 曹少钦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本公自有办法 让他离开京城 是 是 娘娘 可以了 皇上能派院士大人亲自过来 也是娘娘娘的福气 大人 不知您是否同意海棠的诊断 我看 兰妃府中 不止一个胎儿 医官丘氏 你难道忘了 肾炎肾行肾毒吗 在宫里处处都得提防 小心隔墙有耳 是 皇上驾到 太医院院院士封愁阳给皇上请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一致补 需要移养性情 精心凝育 慢慢调养就是了 好好好 兰妃娘娘有封院士诊治 朕就放心了 兰妃 朕来看你了 皇上 皇上急小 你怎么来了 快快没理 朕只是放心不下你的身体 所以过来看看你 皇上 臣妾一切安好 倒是因为这运身 耽误了皇上上朝 臣妾万分过意不去 朕明白你的苦心 朕答应你 今日 一定亲力尽为 奉皇后一旨 朝中奸臣和乱党勾结 密谋造反 皇后命东厂督主曹少卿 颇速出宫 速清乱党 课日回京复命 师兄 冬场的人来了 师兄 师兄 冬场的人来了 转开 去吧 市 pounds 快上 等等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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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妹 师兄 快快走 快走 师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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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赵大侠 请务必将这份密函 教会余大人 我去解开他们 大人 去 被难闻开 对 请务必将其 走 走 快 不用你管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啊 好歹也是我救了你啊 反倒像我欠了你几百两银子似的 我多敢闲事啊 救错你了 跟你说了多少遍 别再跟着 别人都说黄河游侠赵怀安 是个蒸蒸汉子 可在我金香玉眼里 你就是个狗屁 你怎么也要恢复个人样 才对得起你死去的师妹吗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英雄 是我一时的鲁莽和冲动 才害死了这么多的师兄弟 还有师妹的 你干什么 把笛子还给我 我不还 人都死了 你还留着笛子干什么 你下不了决心 我帮你决定 你 我 你 你不是怪我救了你吗 现在我又弄坏了你的宝贝 有种你就杀了我 来 你 赵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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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怀恩 不管你现在是在怪我还是恨我 你这条命是我救的 你这个人就是我的 在没有我的允许下 你不可以死 也不能死 无论天涯海角 我都一定找他 让你心甘情愿和我在一起 什么人 兵部官教 兵部官教 无论兵部礼部 除了皇上的教头 其他都得搜 不知道我余某犯了何事 你们西场的不会搜我的轿子 这都是上面的意思 给我搜 叩见独处 余大人的官教 你们都敢来 余大人 让您受惊了 西场场公游家 拜过余大人 游公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令你们西场的人 兴师动众地出城 莫非是在遭捕什么人吧 余大人有所不知 最近江湖有一批乱党 勾集贪官污吏 驻空国库 私吞共银 立谋造反案 皇上命东场 围堵积南乱党 而我们西场 负责监督彻查百官 难不成 我余某也在你们的彻查名册之中 余大人误会了 大人手握重兵 镇守巴蜀 南非娘娘又临盆在即 但凭这两点 足以证明大人 对皇上的忠心 要搜就搜 本官不妨碍西场公事公办 不过 我余某还要急着 进京面见皇上 看望兰飞娘娘 余大人 打扰了 后会有期 好 走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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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娘娘气色如此之好 莫非是有什么称心如意之事 国舅爷今天帮了本宫一把 今日早朝他联合文武百官 贵请皇上 为了未出生的皇子和兰妃 到慈恩寺去祈福 皇上毫不犹豫地就应允了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 国舅爷难得不糊涂 这招调虎离山用得好啊 皇上为了龙肿 别说让他守八关斋了 就是让他到慈恩寺 去跪上七七四十九天 他也是愿意的 本宫可是照你的意思 这次调离了东西两场的督主 支走了皇上 现在整个后宫 都在你我的掌控之中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那个孩子 绝不能让他出生 奴才遵命 不过 尤家虽然被调离京城 但是这个老匹夫居然还派了太医院的老王顾风朝阳 坐镇燕西宫 我原想一不做二不休 除掉女医官 现在看来没这么简单呢 本宫许诺你的都一一实现了 现在是该你回报本宫的时候了 这一次你不要再用什么借口和理由来敷衍本宫 是 奴才一定祝娘娘完成心愿 娘娘的心愿 就是奴才的心愿 这次多亏大哥出手相救 他日怀安必定知人脱保 你我是煞血为盟的八百之交 你伤未痊愈 难道真的要离开 大哥 我没事 这封血书是日前陈大人在龙门客栈 临死前托付给我的 他让我务必亲自交给你 里面是东西粮场残害忠良的所有名单 东西粮场提齐四出 不仅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就连平民百姓都逃脱不了锦衣卫的酷刑 如此下去 大明不是亡于流寇 而是亡于常卫啊 那大哥打算怎么办 此番回京 哪怕是赌上向上的人头 我也要向皇上奏明东西粮场 过活殃民的罪证 尽管歌 ámm 美方 王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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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 你别管我 你拦不住我 这是兰飞娘娘的产房 谁都不能进去 王公公 王公公 不要 把孩子给我 王公公 王公公 娘娘 把孩子还给我 王公公 王公公 你不能把孩子再等 王公公 那人 娘娘 快救救娘娘 娘娘 娘娘 下国失礼了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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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撑我 娘娘 归根结底 他还是生了下来 你这样把孩子抢过来 他就没有寻死觅活吗 回娘娘 这祖上不是没有先灵 这嫔妃生下皇儿之后 气血不足元气大俗 也都会交给 东宫郑主来抚养 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 看来 不是谁都有生太子的福分 这麻雀再怎么努力 也变不成凤凰 这小脸儿还真有他娘亲的几分姿色 不知道长大了以后 又要红颜祸水害死多少男人 这 这脚板和筋骨怎么连在一起了 娘娘 这可是天意啊 咱们可要好好把握 不可错过 没想到天助我爷 让这个贱人生了个孽障 也好 就照你的意思 把他们按规矩办了 越快越好 免得夜长梦多 是 奴才遵致 恭喜娘娘 是个男孩 大人 救命 娘娘 大人 我求求你救我皇儿一命吧 皇后她嫉妒我有孕在先 早已是我为眼中定 如今公主又被万公公抢走 公主的命恐怕都照不保夕了 娘娘 下官 恐怕也不能为例 大人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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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大人 若是太子 在落入皇后手中 娘 倩倩就真的什么也没有给皇上留下 皇上沉迷丹药 身子骨有差 我不想她落个不孝之名 大人 大人 我已经不求 我能活着走出紫禁城了 我只希望太子 能够平平安安长大成年 大人 大人 娘娘 娘娘 我求求你救救太子 他要是落入万公公寿中 就活不了了 你求求你 原来还有一个孩子 不行 我得禀告好好娘娘去 我求求你了 你答应我 我求求你 站住 你是哪个工的 要去哪里 我是太医院医官邱海棠 出工采购些药材 有很多内官把工里的东西掏出去见卖 所以你的药箱必须打开检查 不行 这里边都是些珍贵的药材 有些药材是不能见光的 少啰嗦 快点打开 走吧 走吧 万玉楼 快把我孩子还给我 你把我孩子还给我 我可以饶你不死 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了 还想置我于死地 你说 第二个孩子在什么地方 是男是女啊 我早就知道你跟皇后是一丘之鹤 把我孩子管给我 快说 把第二个孩子藏在什么地方 要不然我把你第一个孩子也活活收死 万玉楼 你不得好死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什么 你把兰妃逼死了 奴才万万没有想到 兰妃的性子如此刚烈 现在人已经死了 还是赶紧想想对策吧 皇后娘娘 兰主子走了 皇上若是回来 奴婢该如何回话呀 兰妃她毕竟是个妃子 不是普通的宫女 皇上回来肯定要追究本宫她 这 这可怎么办 皇后娘娘奴婢不想死 您救救奴婢吧 慌什么慌 妇人之人 娘娘不要忘了 你手里还有一张牌 你是说 那个残疾的女婴 只要我们找到另外一个孩子 那这结局就已经定了 至于过程怎么变 还不随咱们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是 战草 除根 南非于世 速日不省有亏 书洗礼仪 不思敬仪 先要诞下妖孽 西雄于海 在身居要职以身犯法 卧藏妖孽 滋养成皇后逆命 封锁于佛 不惜一切代价 找回妖孽 这可是兵部幼侍郎 余大人之符 你们修道湖来 我们就是来抓于海的 想倒反啊 居然敢以下犯上 还要卖妄法 少废话拿下 是 淮安兄弟 大哥走 仔细搜查每个角落 不能放过于海 余大人 余大人 来 蓝冰娘娘生了两个孩子 女婴已被汪公公暴走 太子就只能拜托给您 这孩子就交给您了 什么都别问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这孩子送出城 记住了 一定要平平安安地送出城 大哥 弟放心 只要我召唤安在 孩子就会安然无恙 快上马了 你带着孩子行走江湖不方便 出城之后 找护人家把他收养了吧 等我躲过这一劫 立刻联络你 快走吧 大哥那我先走了 你都保重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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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兰妃为什么会死 为什么 还有 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现在孩子在哪儿 丁皇上 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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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 你个个的都吞泄责任 你个的哑口是风的故乡 每当月落在大地 我独走静听风 他们说我愿是你疲惫 曾在不安的岁中一世 他们说我愿是你疲惫 曾在不安的岁中一世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爱去两风之灰 叫做生命 却不尽 生命为何 哪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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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的故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